各位坐下,就開始今天的 information session 和 demo lecture 大家先坐下 基本上今天有兩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主要我做 demo lecture 以及講一下 CFA 是什麼一回事 要考什麼,以及考試的性質 跟著我同事進來會講一下課程的大綱 所以基本上兩部份,我負責第一部份 我的 style比較 casual 如果大家中間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不清楚即便舉手,就不需要最後的 如果太長的就個別談,但如果一兩句答到你的時候 我盡量都能夠,希望我立即答到你 所以隨便舉手就可以了 如果太長的題目,我可能會晚一點再回答你 但有什麼問題即管問 我身邊的背景,其實是十年多於二十年 應該是近二十年 我便在這剎那裡 除了由監管理財政市場 調教CFA、FRM等之外 另外我在一間公司做到公司中 在手上向 einzelnen公司打算 監管理財政策 同時又有一些電腦交易设法 也同樣工程中 我本身不是讀貿易的,我本身也不是讀貿易的,我本身是讀科技的,讀科技的 我想問大家,大代當中,有沒有讀貿易的? 他當中有沒有讀貿易的? 沒有,OK,恭喜你了,基本上是貿易的讀少一點好一點,因為貿易的愚蠢 如果你有讀貿易的話,讀貿易的會有很多的,頭腦清醒很多 其實我想解釋一下CFA是怎麼一回事 我不知道大家的背景,不知道大家是讀貿易、貿易、貿易的背景 但事實上,今天做貿易的,是進入各個門牌 有些是讀科技的,有些是讀藝術的,有些是讀科技的,有些是讀科技的,有些是讀科技的 我都見過了,簡單來說,香港貿易是一個主要的工業 所以請了很多人,基本上他請你的背景,你聰明就可以了 特別是你英俊、英俊,經常有工作的,我經常都說 英俊、英俊、經常有工作的,不用擔心 另外,如果你聰明的話,他也會請你的 其實你的背景不是太重要的一回事 大家知道,特別像匯豐、恆生那些,有一、兩年的MT程式訓練你的 你完全不懂貿易或是貿易的話,他會訓練你為止的 證券公司是一般的,通常的訓練程式是沒有銀行那麼整理的 但本身,如果一些大行,譬如歐美大行 基本上他都有些訓練程式訓練你 所以你入任何背景、入行都不是太重要的 但heaven said that,由於大家的背景是一樣的 你是從歷史上,我讀科技,他是英俊 所以,這次是,市場是需要一個課程或是一個染症課程 是確保大家的知識是高級的 當然啦,如果今天你是在Upan Walton畢業,拿MBA的話 一定是高級的 或者你有一個Master Finance從Stanford 一定是高級的,不用擔心的 打橫走,一定有工做的 即是你Ossford Cambridge畢業,一定有工做的,不用擔心的 但事實上,很多不是這些名校畢業 所以這視乎,怎樣能夠確保你的知識 up to the level,答案就是CFA的program 所以CFA的program,簡單來說 就是一套的標準 就是一個美國的CFA Institute設定的標準 他覺得你作為從業員 你要懂這些knowledge 你這個area裡面繼續發展下去 要懂些什麼呢,應該會先講 但簡單來說,就是一個驗證課程 所以我記得啦 那時候我 其實我本身做Security 第一份工作做Securities 在Finance裡面 那我就好像一次我問我老闆 喂,我想知道多些Finance的東西 因為我讀science 所以其實對Finance一知半解 那我同時問他,不如讀個MBA好嗎 那老闆說,不要讀MBA,浪費時間 讀個CFA這樣 那這個的而且幫了很多 因為之前很多對Finance一知半解的東西 例如什麼叫PE,什麼叫KGA,什麼叫Free Cash Flow 那讀完CFA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個應該是差不多二十幾年前的事 那這個就幫助我在這個MBA裡面 一路發展下去 亦都可以做不同的公眾 那 那 那就是,即s agenda自己看 我不會花太多時間了 那反而我想再講這張slide 那這張slide 到頭來,我經常說那 香港人很實際的 香港人讀書也好,讀sodic test也好 別說為興趣啦,別騙我啦 就是是成年人來的,別騙打感情啦 那都是找工作的 那恭喜大家啦,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 我們每天都說這件事,香港金融中心和香港中心 但希望大家感受這件事 其實香港是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很特別的 舉個例子 譬如譬如,現在香港交易所 高月交易所,如果說IPO 是每年全世界數一數二的 這個不是全世界最大的交易所 經常說香港和新加坡比較 香港和新加坡國為金融中心比較 有些東西是新加坡強的 但如果股票市場的話 香港成交量是新加坡五倍、六倍以上的 新加坡沒有IPO 新加坡沒有人上市 因為沒有流通量的 上市公司全部都是香港的 阿里巴巴來香港上市的 當然最大都是美國 如果不是美國 不是上海的話,基本上就是香港的 很多上市公司是基於香港的 這個緣故是割了很多工種出來的 這些工在深圳是沒有的 就算你去到北京上海也沒有的 都是很遠的香港工來的 所以想大家明白金融市場的 所謂的板塊和工作的機會 我以前在外國回來 我也在加拿大回來 加拿大溫哥華,老實說,不是金融中心來的 所以我看過金融市場是很狹窄的 香港是大很多很多的 就是很多工種 你想都想都沒有想過 那我就從大家去考慮一下 基本上的工種 或者會講CFA的 這些工種裡面 對我來說 世界分成四個部分 這個就是我的世界 所以我坐下來吃飯 喝東西 一開始就大家 表明什麼門派 你先看哪個板塊 Buy side, sell side, corp, service provider 我還有一次 Buy side, sell side, corporation, service provider 四大板塊 通常每一個工種都配到其他板塊裡面 Buy side,基本上顧名思 Buy side,幫他們的客人去做投資 所以就包括了香港的基金 大家知道,譬如今天有NPF NPF provider就是Buy side 剛剛有一個朋友 竟然供是Value Partner Value Partner 是一個遊戲公司 808 我算是 Anyway 也是一個Buy side 今天所有NPF 你今天做年金的 背後都代表Buy side Buy side的特色就是幫人去投資 例如NPF這樣 每個月供了一千多二千元 三千元 他幫你投資 希望將來有一個好回報給你 這就是Buy side做的事情 Buy side的工種裡面 包括了很多工種 最出名的就是PM 所以是遊戲經理 到頭來他決定 遊戲裡面買什麼 或者不買什麼 但是他不是work alone 所以他需要一些 所謂的Analyst 去給他一些意見 所以Buy side裡面 有一個Research Department 養了一大群的Analyst Analyst分成兩大類 請留意一下 Buy side,Sale side,Analyst 我有講Buy side,Analyst Buy side,Analyst 一般來說 是比較低調一點的 因為通常那些Sale side,Analyst 會上報紙 會比較出名 Buy side,Analyst 一般是比較低調一點 會說為什麼 另外就是幫基金 炒賣那班 Traders Lockdown那些 當然大基金 會有自己的 有一個Separd Department 做Traders 但很多時候 在一些小一點的基金 我以前做的Hedge Fund裡面 Traders通常跟PM 和Analyst 會混合在一起 因為 支持不到一個 分別的公眾出來 另外就是 Back Office Back Office包括了 Operation 包括了 Risk Management Compliance 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Buy side的工作 香港的基金 AUM 其實是 亞洲數了數二 以AUM 一個小小的地方 香港是比中國大陸 所以 Asset Management 是一個很重要的工業 亦都養了不少的 Analyst 基金經理 另外一邊 剛才說了 要購買股票 要購買債券 那哪個購買呢 對面那一堆 就是Sell side Sell side Sell side 就是一般很熟悉的投行 你的Morgan Stanley 你的Golman 你的COSA 你的中信證券 你的海通證券 全都放在裡面 當然有些是Global 比如說UBS 匯豐 Morgan Stanley 亦都是比較小間 甚至是港資 那些就比較小 所以很大的 range 那Sell side 就會 例如Sample 大家很熟悉的一件事 做IPO 幫一些公司做IPO 那到頭來IPO之後 於是要銷售股票 就銷售了 那他們做IPO IPO之後就銷售股票給你 或者幫公司 其實主要工作 就是幫公司 raise錢 除了做IPO之外 就發債 公司發債之後 就要銷售一些債 給那些買債 買他們的債 所以買債 銷售的關係 Sell side 是銷售給那些買債 所以Sell side 就會Serve 那些 Corporate Clients 不詳細說 裡面包括了 所謂的Research Sales 就會給一些 Investment Ideas 給一些買債 就會寫很多 Research Report 經常聽說的Research Report 就是這班人寫的 所謂Research Sales 因為他想到頭來 Sell他們的Investment Ideas Sell Product 那樣 希望你去幫他們落單 Investment Banking Investment Banking 就會直接Serve 那些Client 那些 Corporate Clients 去幫他們發債 去發股票 或者做Pacement Write Issue 那樣的東西 那Sell side 那Sell side 放去給Recommendation 給Research 時候 很多時候是Based on Macro View 那些雲觀的Idea 那樣 那些Economist 那樣 所以經常見到報紙 某個大行的Columnist 上電視 那樣看中美貿易戰 那樣看港元 那樣看美元 那這些都是Sell side 做的東西 那另外也有Analyst 所以Sell side Analyst 因為到頭來 他都要做些Analysis 去告訴Buy side 哪些股票值得買 哪些股票值得買 哪些股票值得買的 那另外 剛才說的 Sell side 就是Sell Corporate 所以香港另外一個 很大的重點 就是一個 有一個很大的 Corporate Market 那Part Corporate 就是簡單的 就是在我們的世界裏面 最主要就是 當然不一定是上市公司 也包括了難上市公司的 那就是記住 今天很多當然 我們香港很傳統的企業 譬如 祥和 新鴻基 是基於香港 但是現在很多 IPO是大陸公司 大家知道了 但是因為 它要滿足香港的 regulatory要求 它香港有百個office 也會請一些人回來 那這些就是代表 那裏面有C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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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CFO based in香港 因為他們到頭融資渠道 都要透過香港 那另外一個工種呢 就是IR 那我想問問大家 有沒有人知道IR做些什麼 對 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 謝謝 謝謝 因為IR 我想說 這位朋友 就是英國行內的人 一講就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你的工種 到頭來就是公司的代言人 做些公司代言人 那就是 記住啊 當然公司可以有一個 media department 跟傳媒說話 那這個IR是專門針對 一些investors的 就是針對購買 購買的 那譬如我做購買的 我想見一個管理層 我想見一個CFO 那你就不會直接打給CFO 是通過IR 跟公司去contact 請問大家 有沒有人知道 香港有幾間上市公司 香港有幾間上市公司 在交易 list 不知道 大約二千間 大的公司 就是 大的公司的IR 就是一個團隊來的 就是四五個 中移動 Horn Telecom 那些 整個部門是做IR的 因為他們的投資者 很多很多 小的公司呢 起碼都是一個的 所以這些公種 我想說 就是這些很多 很有趣的公種 出來了 某個角度來說 就不是太過professional 就是他不需要 認識很多東西 其實主要都是做一些 connection 做一些 media connection 做一些relationship 但是呢 當中也有很多 是拿CFA的charter 另外就是treasury 公司有些錢 去投資那些錢 或者甚至去 幫公司給錢 這些都是一些公司要做的事 那 我們先停在這裏 因為要講到長的 不需要再講下去了 但是你得到的 picture 香港由於是金融中心 亦有很多上市公司 是基於香港的 所以很多工種 都建立了出來 當中都加入了一些 investment knowledge 一些professional 一些financial market knowledge 所以CFA是幫助你去 進入你的工 剛才說 其實我學生不少做IR 其實IR嚴格來說 真的嚴格來說 某個角度來說 都是大花瓶來的 但是呢 花瓶都要professional 都要知識的 所以這些都幫助你去 賺這些工的 都是 那 那其他人不說 就是時間關係 都不是說很長的 好 那自己看看這裏 那現在 通常如果是 investment related finance related investment related 的話呢 那很多的advertising 那些job description 裡面 JD裡面 都會說 Either prefer CFA Charter prefer FRM 或者prefer MBA 所以CFA是 的確實際上 很多工 你沒有CFA 是不會進你的 這個就是事實來的 都是 那是不是CFA 又一定找到工 我又不敢說兩樣東西 我又不敢說兩樣東西 但是很多工 你沒有CFA 是基本上不會進你 這個都是事實來的 所以很多朋友 轉工的時候 都說先加上Level 2 因為你不是Level 2 很多門 都不會開給你的 所以這些都是CFA 很實際的用途 好 那 那 就是 昨天都頗有趣 我昨天去 昨天去一個 event那裏 都會跟那些CFA的 學生一起去的 那 其實就 我學生裡面 有些恆生 有些匯豐 有些中銀 有些Bloomberg 一大盆人 去某個 event 有一個就在 縱良行 縱良行做 所以簡單來說 各行各業 香港都是有請CFA的 當然 肯定是銀行 投資為主 但是很多會計行 會計師行 KBMG EY 很多其他行業 都會請的 OK 好 這些時間關係 我就不會逐一講 太多時間 花太多時間了 不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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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跳來一開始講 就講講CFA的program 剛才講過 他是想確認 行裡面的從業員 是達到某些標準的 某些標準 在這裡說 gold standard 那是yes or no 我也是 yes 技師 就是說 譬如說 譬如說 資金計劃 CFP 有很出名的program 但是希望大家知道 Final Planner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program 即是CFP其中一個 有RFP AFP 很多其他的FP program 即是Final Planner Program 今天你會計師也是 你可以在香港的CPA 你可以在澳洲 美國 其實有很多CPA program 在香港都會有 但是全世界CFA program 即是做Final Endless 是只有一個 就是CFA這個 是沒有competitor 很有趣的 沒有competitor 所以基於這個 是一個gold standard 即是沒有代替品 其實是 很多行業 是有代替品 CFA是沒有代替品的 基本上只有一個 唯一的代替品 就是回去讀Master Program 回去你去HUST 讀Master Finance 你去香港 讀Master Finance 這就是代替品 來的了 但是如果你不想讀Master 的話 那CFA唯一你的選擇 基本上是 拿一個Certification 這個area 全球14萬 當然 14萬裡面 有兩三萬 香港 其中一個最大的market 都是 他說Generate Study 那我就覺得 這個很適合的 Generate Study In fact 就是 CFA絕對絕對入門 絕對入門 絕對入門 因為Investment的世界 是很大很大 是有deep 有广 所以CFA其實 不外乎 就是給你一個 一定的知識 去入行 繼續發展 那你說CFA的事情 很多好深 是啊 這個世界的事情很多好深 這個就是現實世界 所以我經常說 雖然CFA很深 這個絕對是事實 但是其實 在 the end 都是入門科 因為其實CFA 是監視了很多 不同的板塊 視乎你做哪一行業 你要自己的行業 發展的時候 有更多的知識在你前面 所以CFA基於這件事 我都覺得是一個 general study 他試著教你很多很多的東西 然後你自己在裡面 找你自己發展的area 會不會再詳細說兩件事 好 我不再說 所以這些是主要的 common occupation Based on CFA的統計 CFA Charter裡面 有22%是Profit Manager 有15%是Analist 有6%是Consultants Mist Manager RM和FindAdvisor 都比較Sales type的工作 然後你問我 香港很多類型的工作 就是我學生裡面 很多Sales type的工作 Public Banker Public Banker 香港就未必有這麼多 C suite的程度裡面 是拿CFA 但是Sales type的工作裡面 很多CFA 是絕對事實來的 好 講講的基本的概念 那你就要大學畢業的 我相信大家今天都相當成熟 大學畢業了 CFA其中要求是大學畢業 或者你是最後一年 在學校 即是最後一年 都可以的 如果你要檢查的話 如果你要檢查的話 就是四年相關的工作經驗 這個相關其實都相當廣下的 其實基本上都很難不相關的 即是基本上你炒一下股票 即是你和老爸老媽不炒股票 理論上都可以連結到的 但我不想講太多了 總之四年相關 是跟investment related的相經驗 這些可以個別談 但事實是這樣 如果你今天讀 都要最快要兩年半才取得CFA 所以其實差不多 如果你本身做了一年 差不多你考完之後 考完Level 3的時候 差不多撕了四年要求 都是 好 那 看看這裏所說的syllabus 那個syllabus 就Level 1 到底考些甚麼 考些甚麼 基本上分成兩大部份 一部份叫做tools 一部份叫valuation tools are valuation 那tools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比較 就是 他最後想你認識是認識valuation 但在認識之前 有些 basic knowledge想你認識的 包括甚麼呢 有15%是ethics CFA的ethics 其實就是大家做一場戲而已 我想問你 這個世界裏面 哪個行業是最沒有ethics的 是的 請問你哪個國家的finance 是最沒有ethics的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當然是 美國也是 所以美國教你ethics 就是得淡笑的 也是 但是考試是這樣考 其實基本上都要讀的 但是就得淡笑 你問我 我真的打了一場戲 但是Level 1裡面 15%是ethics 所以都幾多題目 在這些方面 要認識的 是要認識的 那第二計算呢 就是quantitative methods 那麼Level 1的 math 其實就等於大概是 一些 statistics 很多是 statistics 那就是其實 你quantitative levels 的 statistics sampling hypothesting 那些 propriate theory 那些 如果本身讀數底 或者讀stat 的話 那些東西是 基本上是很standard的 你的business stat 那些東西來的 就是很standard的 不是business stat social stat 社交 stat 都是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來的 都是那些東西 那那10% econ 到頭來 你要value公司 那公司 那公司不是 就是存在在一個真空裡面的 是一個真正 在一個economy裡面的 那所以你understand 那個的經濟 和公司的關係 那會讀microeconomics macroeconomics 和一些 一些 就是global global currency 那基本上 都是大學的一字頭 兩字頭 二字頭 如果你讀過本身 你讀過econ 就是micro 101 macro 102 或者二字頭 基本上都遇上所有的東西 那就是讀 地面供應 讀 讀 那些 type of market 那些 什麼叫gdp 有很多accounting 那這方面呢 就是不要太否認了 如果本身你是accountant的話 是有優勢的 絕對有優勢的 因為讀少了很多東西的 Level 1的accounting 不深的 那一大就很多很多 那所以本身如果你是accountant的話 那絕對是有優勢的 你可以skip了10%去 不是說不考題目 只不過你讀書很多 那就是 你應該知道怎麼計算CFO 什麼叫earning per share 那些racial analysis 大家認識 那所以呢 是省了很多時間的 那但是如果本身你不是accountant 底底的話呢 就恭喜你了 因為你需要認識的 你需要認識的 我經常說 accounting 是一個basic knowledge 每個人都需要認識的 我不管今天是否做finance 就是一個選擇concept AP&L的concept barnship concept 其實對大家 將來去理財啊 在各個各個各個都有幫助的 就是以con 就是我想說 accounting是一個basic knowledge 你不可以不認識 其實是 就是怎麼不知道 什麼p&l 什麼accounts 這些是重要的concept 我覺得是一些 那接著就有個corporate finance 那level的corporate finance 相對幾簡單的 那capital budgeting 怎樣教你NPV IR 那樣 公司派息 怎樣去派息 capital structure concept 那些其實都幾基本的東西 都是這樣 但是都是緊要的 那這些是CFA裡面 叫做tools的東西 工具的東西 那下面開始做valuation 那 11%是equity valuation 那level1的equity 呢 就真的一點都不難的 幾條formular 背了就可以了 其實鬆鬆帶包的 都是 其實level1的equity 是不難的 那level1的fixed income 就難得無比的 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 雙千何太急了 輪回level2才殺你 那所以呢 其實level1 其實我通常覺得很快 因為那些東西很簡單 那但是level2的fixed income就難了 那我會做一個demo lecture fixed income 那會再講 那但是是比較難一點的 那接著說衍生工具 duratives 那就是你的swap options futures 和forward 那level1的duratives 你問我呢 就不深的 但是寫得幾差下的 我都是說真的 寫得幾差下的 他基本上很快就講計數 他的概念解釋不清楚 什麼是forward 什麼是future 什麼option 他解釋不清楚 一開始就講計數 那我覺得不是太好的 我覺得你應該解釋了concept 之後才算計數 他反過來就不解釋 就算計數 那換句話來講 你整個save love run 可能你都不知道option是做什麼的 swap會做什麼的 那大家知道 這些都是很基本的工具 在market裡面有用 那所以這些都是我的value 幫大家填一些gap 那樣 他就一邊講 做計數 那其實就 我覺得是有點 那個logic不是太對的 那 Portfolio management 那Portfolio management 那Portfolio management 其實都是說一些mathematical concept 來的 真正的Portfolio management 在Level 3才教的 真正的Portfolio management 在Level 3 那Level 1 其實是一些很basic concept 就是diversification Modern portfolio theory 就是Sharp ratio 一些basic concept 那就只要計數為主 那就是真正的PM 其實是留下Level 3的 所以要大概就是Level 1的流程 好 那 考試 那 如果你今天 最快考試是12月 剛剛6月考了 上個星期考了 那最快是12月 那 六個小時考試 那 早上三個小時 下午三個小時 那通常都是機場的博覽館那裡考的了 那就是老年那麼遠 那 早上120題MC 那下午120題MC 那總共240題MC 那 如果你把六個小時 除回240題MC的話 那每一題就分半小時 那所以呢 那 CFA其中有考你的東西 不是考你懂不懂 是考你快不快的 你看題目越好快 計數越好快 還有盡量不要看錯 這些都很基本 所以你記住 如果大家做題目就知道 考其他事情也好 有題目你不懂得做 看你五、六分鐘 那六分鐘就四題來的了 一分半組都一題 所以時間是很重要的 基本上 懂不懂 就盡量都不要 懂就選答案 不懂就選B 選你最喜歡的文章 就先回家再看 那所以不要刺下去 那就是很基本的技術 但是呢 的確是對你的材料也很熟 我經常說 CFA是不能符合的 就是你PASS CFA 你真是有個譜 因為要求很高 在很短時間裏面做很多題目 還有考不同的區域 這些都是要求很高的東西 好 那這裏很快說一說 那要對多少去PASS考試 其實真正的PASSing Rate 是視乎一份卷的深淺的 那如果淺的話 那PASSing score就會高些 那深的就要低些 那但是CFA官方就說 是沒有試過PASSing score 是高於70%的 換句話來說 你TARGET 70%就沒有錯了 因為你理了70%的話 一定PASS的 但是實際上 那個PASSing score 是低於70%的 那其實嚴格 大概是65-70%之間 那我叫同學 你自己預備 做MOK的時候 就TARGET 70% 那你70%一定PASS的 不會不PASS的 那TARGET 70%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 依視乎 如果上我的課 我會教大家 CFA裡面 Level1裡面 有些TOPIC比較深一點 有些TOPIC比較深一點 但是深一點那些 其實 最重要 其實給大家的指數 就是SKIP了去的 因為其實 70%的PASSING score 就是有3%可以錯的 那你好好用到3%去 有些TOPIC其實 是很細的 不值得花那麼多時間 就是有些TOPIC有深 有沉 有偏幅很少的話 其實不值得花時間 就FOOCAS上那些 比較淺的TOPIC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PASSING技巧 好 那大概Level1是43% 左右的PASSING rate 那這個43% 是包括了一些 是從考的同學 都是 好 那 那 時間關係 什麼Level2、Level3 都太遠了 不說了 那我想做一個DEMO Lecture 按Fixed Income Fixed Income Level1的Fixed Income 其實是幾深下的 那我現在就 講前面的部分 那我們的課程 Fixed Income 大概是五十六堂講的 可以放在後面 那就是之前 對公司的 Counting 有些了解 特別對 quantitative method 有了解 就是怎樣做 annuity time value money 那些概念 那所以其實 我就由於 今天第一 就是做DEMO Lecture 那計數那些 今天不會講的了 那我想講一些 基本概念 給大家聽一下 都是 就是 那我給大家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以為Fixed Income 市場大些 還是Equity市場大些 你覺得呢 你以為Fixed Income 市場大些 還是Equity市場大些 你以為Fixed Income 還是Equity市場大些 你說Fixed Income 你覺得呢 那其實呢 似乎必須一段時間 那如果 我一年之前教 就是Fixed Income 那個時候 就是Fixed Income 那因為過去一年 有大牛市 那記住呢 香港跌了很多 那美國還回到高位 那大概我看的統計 就是 差不多Equity 那Fixed Income 就是Fixed Income 是一個很大 很大的market 那但是香港這個area 呢 就很underdeveloped 香港基本上有一個很大的高利益市場,如果大家知道這行業就知道了 香港有很大的高利益市場 但投資格基本上不存在,香港沒有投資格的市場 香港炒來炒就是高利益市場,即是亞居禄、恆大 香港債券沒有十利息是買的 但國際上,包括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其他世界的地方 Fixed income是一個很重要的 asset class 有了很多很多人 我們看一張幫的時候,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誰是發債人呢? 發債人就是一個債仔 因為你買債券,你是債主,他是債仔,誰是債仔 請問大家,全世界最大的債仔是誰? 美國政府,美國政府是最大的債仔 美國政府是最大的債仔,債主就是阿爺 這個就是阿爺和美國政府的關係 沒錯,有13-14%的美國債券 是中國政府拿著的 其實不只是中國政府的,香港的外匯儲備裡面 也很多都是美國債券 所以你和我其實或多或少,透過香港的外匯儲備 都要拿到一些美債的 所以美國美債的升跌,跟我們息息相關的 我們每個都有份的 所以視乎,那是誰發債 企業債,corporations 由AAA的APP Apple不是AAA的 Microsoft是AAA的 Johnson Johnson是AAA的 去到一些C級的債券 香港很多,全部都是一些 所謂的企業債,corporation sovereign government 和non-sovereign government 要解釋一下,因為是差很遠的 sovereign government是主權政府 什麼叫主權政府,很簡單 印銀紙的政府 請問你,中國是誰印銀紙的 那個叫中央,中央就是sovereign government 但是中國是地商政府的 包括省、市等,排下去的 還有很多的 阿縣,都有些發債的 那些non-sovereign government 所以買政府債請留一件事 要確定要知道是誰 哪個發 如果是中央的話 由於它是印銀紙的機器 就應該可以的 如果是地方的話 就風險大一點 例如美國這樣 美國聯邦政府還沒有違約 州政府還沒有違約 但是美國市政府 違約就當生菜吃的 很常違約的 最有名的就是抵達律 現在DETROY還是在抵達 所以美國的 沒有譬如政府債一定安全 政府債就視乎哪個政府 簡單來說 美國聯邦政府發印銀紙的 地方政府發印銀紙的 Corset Government 就是半官方機構 半官方機構 譬如美國就是你的Fannie Mae Fannie Mae 香港就是你的機管局 香港的機管局 起第三跑 又發債了 另外就是港鐵 另外就是港鐵 Honger Mortgage Corporation 就是港鐵公司 另外就是市區重建局 這些很多的定位是私人公司 最簡單就是你的機管局 機管局基本上不屬於香港政府的部分 但問題是問 他出事 香港政府不會救呢 但我一定會救的 不是的 高官坐不到飛機的話 他也很麻煩 所以一定要救 所以就是半官方機構 香港有 大陸有 大陸有 大陸有大堆的 大陸嚴格來說 你可以評論 譬如那些政策銀行 不是四大銀行 四大銀行 是聯合 但大陸有些所謂的國開行 有些Porset Bank 那些就是屬於 很多農業銀行那些 屬於這類的 Super Nationals Super Nationals 是一些跨國機構的 最有名的就是 世界銀行 World Bank 請問你 我希望大家知道 什麼叫一帶一路 One Belt One Road One Belt One Road 也有一間 Supernatural Bank 那間是 是啦 ARIB 亞洲 亞投行 那就是這類的 那這些 Supposedly都是私人機構來的 也不是官方機構來的 但都會發債去做 或是資金項目的 那就是一帶一路的錢 一帶一路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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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銀行法的債的都是 那繼續說下去 那 債券其實比股票 是複雜很多的 複雜很多 複雜很多多倍的 那這裏就分成兩大類 一年以內的那些 就叫做短債 也都叫做money market 那一年以上的那些 就是長債 叫做capital market 那所以DCM 這個字母來的 capital market 就是一年以上的債券 這個字母來的 那 Tenner 只剩下幾代到期 只剩下幾代到期 一張十年的債券 過了五年之後 那Tenner是五年 過了一年 就是四年而出類推 那先說過 那 那money market 就是短債 一年以下的債券 那money market 在香港 基本上是一個 很underdeveloped market 基本上 就是唯一法 就是香港政府 那在中國大陸 在美國 是一個超大的market 是一個超大的market 那香港的market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就是在香港政府法 那些外匯金票據 那些幾個東西都是 那在中國大陸 整個央票 央票就是這些東西 那美國就是 那美國就是T-Bill commercial paper 那全部都是一個很大的market 那你買債券 那你買債券 那你就等於股票一股 那股票一股 那股票一股 那買債券是以面值賣的 那香港的 那視乎買哪一類債券 那大概 你如果是 high yield的話 如果high yield的話 你買到相個最普適的 那些債券 就是亞居樂 恆大 那些什麼 有否知道幾錢一手 即是入場費多少 買恆大債券 入場費 今天你彈去銀行,買恆大債券,多少錢?密集長費? 不知道,真的不是買的,答案就是20萬美金, 20萬美金,這個是最基本的,就是minimum size, 你買多一點也可以的,買多一點也可以, 通常就是20萬,然後25萬,30萬加上去, 不要緊,你買多少,但我想還說,那20萬,在我們的術語就叫做par value, 於是你買20萬面值的債券,那是par value, 債券的特色是有價錢,有二手市場, 例如今天你買了20萬恆大的債券,20萬美金, 今天你買回來,是101元,101元, 我們叫price,110元的price,所以你買債券的時候, 你不是給20萬的,你給20萬乘1.01元, 當你說101元的話,那張債券就叫做premium債券,日價債券, 那碰回來的債券是有90元,95元,99元的,那是discount bond, 債券複雜在這裡,如果大家不太熟悉遊戲的話,就會confused的, par value是fixed的,就是你買20萬就是20萬, 20萬的意思就是到期,issuer答應給20萬給你,不會給多不會給少, 因為這是本金來的,但你買回來的價錢,或者將來trade出去的價錢, 就會升會跌,會升會跌的,這個就是price, 所以當你,我經常問一些,以前我做fixing的時候, 我經常問客人,你說20萬,你買20萬, 你覺得你是買20萬par,還是20萬的price, 是兩樣東西來的,是兩樣東西來的, 當然啦,如果將債券剛好100元的時候,就同一樣, 但通常的債券不會100元的,是貴一點便宜一點的, 所以當你說20萬的時候,我問你,到底你說是price, 還是par value呢? 所以這些都是術語而已,都是一些, 另外呢,就是coupon rate,就是個帳,中文叫票帳, 你每年收的帳,就是coupon rate成為par value, 不要用20萬,很難說,就說100萬,容易說些,100萬, 今天你買100萬,恆大債券, coupon是10利息,所以你每年的利息就是10萬元, 這個就是coupon, 但另一個要知道的就是coupon frequency, 就是多久拍字吃的,因為它不是一次過拍給你的, 問大家一個問題, 可能大家聽過,不是香港的i-borne的東西嗎? 就是in-face的i-borne, 有沒有人知道i-borne是一年下幾次吃的? 蛤? 是不知道的,i-borne, 知不知道i-borne, 知不知道i-borne? 是的, 大家做些行業比較好奇一點, 有些事情你不做,你問一下,都可以問一下人, 大家還要 be curious 才行的 答案就是兩次的, 兩次是有意義的, 兩次是有special meaning的, 其實大家希望大家理解一件事, 兩次是有special meaning的, 因為世界裡面有兩個主要convention 去派適個frequency, 一個就是一年兩次, 這是美國convention來的, 香港是跟美國的, 所以香港一般的債券, 就算是港幣的那些, 都是一年兩次的, 我們行裡面, 就叫semi-annual, SA,就是這個convention, 另外一隻就是歐洲那邊convention, 歐洲那邊是一年一次的, 日本是跟歐洲的, 所以日本的債券都一年一次的, 其實中國是跟香港的, 中國的債券都是一年兩次的, 所以不要緊的, 總之就分幾次派給你的, 用一個例子, 10% coupon, 100萬的par value, 一年代十萬元美金, 是你的coupon interest, 分兩次, 每年就是過五萬元, 就 regular, cord work給你, 給你到期為止,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這個很多人不明白的, 那是誰貨幣的? 當然, 如果香港政府出的那些, 基本上都是港幣的, 香港政府沒有出其他貨幣, 但是很多的corporate, 是發很多貨幣的債券的, 舉個例子, 比如Apple, Apple有發債的, Apple除了發美金之外, 它在歐洲的發債就是in Europe, 在英國發債就是in Stirling, 在日本發債是in Yen的, 所以麻煩你看一張債券的時候, 看看是哪個currency, 不是買錯了的, 我以前在世界裡面是這樣的, 客人看報紙, 看一張債券很高息, 畫正東西, 我說看清楚那些currency先, 那些currency是, 譬如歐士, 那些currency會傳到高息一點, 那就是高息一點, 但是那些不是美金的, 但是當你用港幣去買一些美金買的時候, 你take on currency risk的, 那你OK就可以了, 但是問題就是, 你記住, 當你買一些fond currency bond的時候, 你take on currency risk的, 那整個關係, 我跳了一些東西, 有個字叫confidence, confidence, 我剛才講的, 債券分成幾大類, 有些比較, 譬如sovereign debt, 譬如美國政府, U.S. Treasury這樣, 請問你, 美國政府債券, 有沒有低壓品的? 沒有。 美國政府有沒有用加州做抵壓, 你拿不到錢, 給加州那塊地給你, 有沒有的? 沒有。 那答案是沒有的, 那一般的, 其實一些主權債券, 譬如匯豐也是, 匯豐發債, 他基本上都沒有collectual的, 就是簡單, 你信就買, 不信就不要買, 就是信不信的, engave with trust, 這個字這樣來的, 就是trust不信我, trust就買, 不trust就不要買, 但是去到那些third tier的公司, high-up公司的話, 那你就要有, 即他這樣發債的話, 你可能會信不過他的, 就是有些懷疑的, 很多例子, 我不詳細說了, 譬如一些high-up公司的話, 那他要問你借錢, 他就答應你做一些東西, 去protect你的, 那這個叫confident, 條款, 那條款分成兩大類, affirmative和not negative, affirmative就是他做一些東西, 他做一些東西去protect你, 包括了什麼呢, 最基本的就是準時還錢, 準時還的利息, 那些assets不准賣, 即他有些assets是不准賣的, 因為為什麼呢, 那些assets, 這個case不是不准賣的, 是要買保險, 因為它protect那些assets, 因為將來如果三場負短的話, 你就充公一些assets了, 所以assets要買保險, protect那些assets的value, 另外就是守當地法律, negative就是不可以做某些東西, 去損害你的利益, 他不可以做某些東西, 去損害你的利益, 其中一件最簡單的事情, 就是不准派股息, 因為到頭來如果派股息的話, 公司的cash會少了, 是對債著不利的, 或者甚至一件事就是, 公司一定要賺錢, 不賺錢即是還錢給我, 因為你不賺錢的話, 即是我有危險, 所以你又是會立即還錢的, 所以這些都是negative confidence, 即他不可以做某些東西, 去損害利益的, 包括我剛才說過, 你的profit不能低於某些水平, 資產不准變賣, 一賣就說對我的protection少了, 不可以派息, 不可以做M&A, 很多這些情況都是, 那bond market就很大很大的, particular我用美國做例子, 做例子, 中國bond market都很大, 但是中國bond market到現在, 都是一個local market, 即是不是很國際化, 很簡單, 因為人民幣到現在, 都不是一個國際流空貨幣, 反過來, 美金是一個全球流通貨幣, 你袋子裡面可能有些美金坐在那裡, 剛剛洗淨的那些, 我們每個人可能都有些美金, 所以說其實, 非常問美國的market, 一些術語, 那domestic bond, 那就是美國的公司在美國發債, 那這個domestic bond market, 譬如剛才說, Apple, 你的General Motor, 你的Ford, 在美國發債, 那這個就叫做, domestic bond market, 那front bond market, front bond market, 那就是外國企業, 在美國發債借美金的, 很簡單, 很多外國公司, 對美國做發展, 那它都要借美金, 來做一些expansion, 做一些business的, 所以這叫做front bond, 那些issue by foreign companies, 那些例子裡面的hanequin, 就是起歷, 那還有一種很interesting的bond, 我想說多一點點就完了, 那是eurobonds的, eurobonds, 請問你, eurobonds是什麼currency的? eurobonds是什麼currency的? 那答案呢, 其實什麼currency都可以的, 什麼currency都可以的, eurobonds跟euro沒有關係的, 完全沒有關係的,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但美國呢, 美國呢, 美金是一個全球貨幣來的, 今天, 就算我自己, 那筆劃裡面呢, 都有對美金在這裡的, 即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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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我很多香港人呢, 那這個就是eurobonds的概念, 那為什麼是eurobonds的概念呢? 那為什麼是eurobonds的概念呢? 因為香港是用港幣的, 但今天他問你借錢, 不是一個, 不是你的, 你的, 不是你的, 你的, 是一個, 那這個就是eurobonds的概念, 那原始一定是, 美金的了, 因為美金是一個全球流通的貨幣, 很多人都有美金的, 那所以美國, 所以今天公司要借美金是很方便的, 的而且確, 他不需要美國借, 香港借到, 日本借到, 韓國借到, 因為到處都是美金來的, 即是不需要回美國借的, 因為美國美金全部全都是的, 那當然, 那這種eurobonds的概念, 那其實就不是借, 剛才說過了, 不是借美金, 那可能你袋裡面都有些日圓的, 那如果在香港發日圓的債的話, 那這個就是euroyen bond, euroyen bond, 那但是euroyen bond肯定呢, 就跟euro dollar呢, 就差很遠了, 是兩個世界來的, 那香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currency, 大家知道呢, 就是人仔的, 那所以很多的公司、企業呢, 來到香港借人仔的, 那那些叫點心 bond, 點心債, 那點心債, technically, 就是euro bond來的了, 因為呢, 又是香港發的, 那港幣債券一種,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market來的, 那當然, 因為呢, 過去幾年, 人仔跌了下去, 人仔少了, 那時候發少了, 那如果記得之前, 那一陣子幾年前, 人仔升的時候, 三、四、 都買人仔的嘛, 那時候發很多的嘛, 那現在的market, 其實就有點淡了下來, 那所以, 那所以euro bond呢, 其實呢, 譬如我自己交易的債券, 基本上全部都是euro bond來的, 就是舉例子, 你剛才說的, 那些恆大呀, 亞居樂呀, 就是很多的大陸的發展商發的債, 請問你, 它們借什麼貨幣的? 是的, 是美金的嘛, 另外, 它們在香港發, 在新加坡發, 在Papa Bank 都發的嘛, 就是euro bond, 就是, 他們在新加坡, 在香港發的債, 但不是現星子, 現港幣是借美金, 全部euro bond, 所以看到你的Bloomberg出來的時候, 全部是euro bond的, 這個字是怎麼來的呢? 好, 再說一句, 就完結了, bond呢, 再分成, 另一種分類方法, 就是, bond有很多種分類方法, 剛才說的, 就是, domestic bond, front bond, short term bond, long term bond, 另一種就是, unsecure versus secure, 即是沒有抵押品的, 有沒有抵押品, 不用想了, 這個世界絕大份債券, 都沒有抵押品的, 都沒有collectual的, 即是, 順便買, 不順便沒有買, 就是這麼簡單的, 即是, 三長庫短, 就賣資產, 賣了資產之後, 只剩下幾千元給你的, 尤其是sovereign debt, 那些全部沒有抵押品的, 基本上全部都是unsecure的, 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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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實在不是太多的, 最出名的就是mortgage back security, 即是美國那堆, 香港曾經都發過, 後來不太成功了, 但香港你聽過的, 譬如是用信用卡的receiver 抵押的, 那些asset bag都有, 那些嘴這類, 但基本上都是少的, 我想說多一點, insecure bond這件事, 今天有公司問你借錢, 但它是沒有抵押的, 即是, 你剛才說過, 難聽一點就信, 借不信就不要借, 但也不可以這樣做, 你也要有少少渣拿, 請問你的渣拿是什麼, 即是你憑什麼信他? 答案就是credit rating, 就是評級的, 評級就是這樣來的, 如果今天匯豐借錢, 拿中環那塊地去抵押的話, 它是不需要評級的, 我不是信匯豐, 我只是信塊地的, 那塊很貴的地, 所以是不全需要抵押品, 不需要credit rating的, 但事實上, 匯豐經發的債, 大部分都是沒有抵押品的, 那我怎知道匯豐信了一個, 就是credit rating, 所以坊間裏面有幾個主要的credit rating agencies, 你的S&P, Moodi,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ecosystem, 就是有發財的人, 有投資者, 中間一大堆的, 剛才我講的serve provider, 其中一個serve provider就是Moodi, S&P, 你的Finch, 瑋瑜這些公司, 那我停一下有沒有, 這裏是introduction來的, 還未講計數, 那幾張sign才有的, 就想問問大家, 關於考試有沒有什麼問題, 關於CFA的考試有什麼問題呢? 請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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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這樣的時候,我們每一堂需要四五個小時,那你會睡著覺 所以事實上,我試試適合兩三題目,就不會多了 所以我對學生的要求就是,你每一堂上一堂,就回去自己做練習 但練習來自兩個地方,最少兩個地方 Sweizer都有的,而且上一堂堂有Sweizer 另外這堂Sweizer,就是Sathe Nox 另外你報名考試的話,你收到Kuruken Kuruken後面都有些Q&A,我也鼓勵你回去做了 因為我講過,是很多很多東西記的 如果今天你是內地青華北大的尖指,你考試前一個星期讀就可以了 我看過那些天才十三億人民裡面有些特異功能 考試不是讀書那些,幾幾天都考試 但如果你不是那十三億人民裡面的尖指,不是青華北大的話 那你唯一的方法就是拖場來讀而已 基本上是用時間換空間而已 所以越早讀越好,然後就不停地粗題目,粗題目,粗題目 粗題目是幫你記法律的,以及幫你記一些關係的 第一、第二次做錯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錯了第三次錯就是問題 第一、第二次錯就沒有問題的,但還要幫你記一些關係的 那越早做就越好的 是的,絕對是,不用了 有些功能是表現了,例如很久以前,例如計數機有很多功能,例如計數機有很多功能,例如set deviation, covariance, correlation, average那些,那些不會自己計的,一定是計數機計的, 一定是計數機計,你不會計的方法,我不會叫你計的,但即使有計數機的功能, Current Ratio,Forefer Margin, Asset Turnover,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怎樣計的那些,Born Equipment Yield,那些是沒有方法,即是計數機沒有方法,那些就要計的, 例如計算wack,當然方法是不複雜的,但都是方法,你計數機沒有wack,沒有wack 是,還有沒有? 最終要問我真是,只是隨便的,就是隨便的,就是隨便的, 蛤? 嘩,這個就是致命問題,謝謝,謝謝,非常好一點 CFA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就是我作為老師,是核子魔障來的,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們對CFA的了解,其實最直接就是,如果問題是這樣, CFA Level 1是不release舊卷的,Level 2是不release舊卷的,所以其實CFA官方裏面的卷, 其實是有一個檢查的,有一個檢查的, 那檢查的呢,Google是Google不到的,但是感謝祖國,我們祖國的百度, 或者守狗,守禾,大家知道了,當然找到出來的, 所以這個問題是這樣,CFA的時候是沒有release官方的考試的, 所以你問他到底實際上考了什麼,難度多少呢? 其實唯一的最好的reference就是那個mog exam, 就是mog exam reference,但是問題是這樣, 他mog exam,我也聽過很多人說,mog exam是偏深的, 問題是這樣,如果我沒有真正的考試和mog exam比較, 我又不知道錢差多遠,所以其實就是,我自己覺得, 可以了,CFA,你的issue就是,基本上你,如果你這份,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區域,Swise的題目, 你懂得做的話,基本上是沒問題的, 但是你說實際的考試的深淺呢, 那我答不到你,因為他沒有release卷出來的, unfortunate, level 3有,但level 1, level 2是沒有release卷的, 所以有時候很有趣的,譬如你同事, 我問你學生,你覺得考試怎樣? 有些人覺得很淺,覺得對我都很深, 其實兩個都對的,因為我自己就不知道的, 因為我自己看那份卷,只有你們知道那份卷, 我看不到的,是,所以我就變得, 很多時候聽學生的意見都分歧了, 好,我把時間交給Christy, 問一問,問一問, 問一問,問一問, 請問你Gas,有一個網絡的法國, 上面的連結,是不是有個用的, 你覺得這個會不會有用的? 一定有用, 我的立訊很簡單, 任何東西給你寄到的法規, 都要有用的, 任何Q&A, 不要太低b 的話, 都要有用的, 就是不會太低b的東西, 但基本上任何東西給你寄到的 concept, 也有用的,只不過問題是你經常安排,我一定說有用,我不會說沒用的,一定有用 而且如果是CFA自己提出出來的話,我就更加有信心一點,即是Honesty 我想他應該有少少道德責任,給一些事物選考試,我覺得應該做的,絕對支持你做 好,好,Concept Checker by definition,就不是考試題目,他們都不去做模特兒考試題目 concept-racker, 名字指出就是,你讀完如何计算算几乎,我就給你一個就算算几乎 那你問我這類題目,考試考機會都不是太大 因為考試不是考量用計數機, 而是考一些概念為主 所以你問我那些concept-racker, 即名思義,就是前面那些東西 我問了同樣東西給你, 想你去Crystalize 的概念 再後面那些review question應該比較遲些 好,那我將石頭交給Christy